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一说我怎么进入 刚才Eric他有说 谁都可以当创作人 谁都可以当写歌的人 我不知道这里大家 当然我有一些学生也来 我自己其实本身如何进入这个行列 其实我在中四的时候 我小时候我是很喜欢读书的一个小孩 所以我不是那种班上很受欢迎的小孩 那我没有什么朋友 中四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变酷 所以我就说我要学吉他 因为我看到学吉他的男生多帅 可以有很多女生围在旁边 我想如果女生学吉他 是不是有很多男生追我这样子 结果呢 我就被骗了 我就跟我的同学呢 就学吉他 那他就说 你要付我学费 我说不用钱 你怎么办 他说好 那我去参加这个歌曲创作比赛 他的那个总奖金是八 第一奖是八百块钱 那你帮我填这个歌词 因为你的中文比较好 我的中文很烂讲 他说好 那我们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 创作比赛之后呢 我得了最佳作词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 亮晶晶的一个 怎么讲 一个收获这样子 结果的同学呢 他只拿了一个安慰奖 他只拿了五十块 不过没关系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对音乐一点 一点这个 就是说 我对这个豆芽看 我怎么不怎么懂得看豆芽 我对考数只懂三个考 那其实我在参加这些创作比赛之后呢 我在高中 还有在大学的时候 我都有参加别的创作比赛 其实我有写取 但是后来我觉得说我认识他们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 因为我觉得说做Diammo 是需要很多甜粉的 写歌 我觉得OK 谁都可以写歌 但是做Diammo 其实等一下你会听到他们两位 会告诉你们说 其实上他们的课 你们也可以学 怎么做一个像样的Diammo OK 那我自己本身 我其实是科研出身的 我以前在A3工作 那我现在呢 全职写工作 写 写工作 我全职就做 从事文字的工作 其实我开作词班已经很多年了 我有十四届的学生 所以总共也有两百多个学生这样子 对 我两百多个小字眼 但是今天你们来想听到的 我觉得说不是这个普通的 我们的一般的作词班 其实在我们这次MTA跟WTA 跟我们一起合作的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觉得说 我会做的是 我会教大家 如果说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谁有兴趣写歌词 但是写歌词很多同学们就觉得说 其实我平时都有写 然后我写的常常给我朋友去什么 或者是 其实我在Facebook 微博上面 也收到很多同学们 很多小朋友的这些投稿 他们就寄很多很多的歌词给我 可是我告诉他们说 其实写歌词不是这样子写的 因为在这个公演目前为止 百分之九十是先取后词 所以你必须要学怎么填词 但是也有很多说 我填了这个词 可是还是不中 还是被退稿 我可以告诉你们 其中是有窍门的 我在很小的时候 不是很小啦 我98年真正迈出第一首歌词 其实我在之前我挣扎了 还有奋斗了很久 一直都迈不出歌词 一直到98年那个时候呢 我就遇到了一些博乐 譬如说之前有一位商学友的制作人 叫做林明洋老师 很少台湾人 很少台湾的这个制作人 会打电话骂我 就教人 可是这个林明洋老师 他会常常打电话骂我 然后他叫我 我算了 他叫我坦克车啦 OK 他觉得说 我不是那种很骄傲的女生 不是那种高低低的女生 他叫我坦克车 但是林明洋老师他就会说 诶 你怎么搞的 写这句有上面没有下面 就有 你有问号没有句 有问号没有句号 你有问题没有回答 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教我 那我觉得说在那个时候 我非常非常需要 所以我拼命的犀修 在那个年代没有人 我们想上课都没有课可以上 没有人会愿意教 那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博乐 就是李宗胜大哥 我在做一个case的时候 我到上海去找他 然后他就坐在我的旁边 然后他的那个眼睛就架在这里 然后他去看着我戏还在描图 所以在那种情况 我觉得说我是在这种情况下 误打误撞才走出一条路 大家可能发现在新加坡 其实做词里没有很多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天才 没有人才 而其实是没有门路 而且没有敲门 很多我们当中都会写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回去看的话 为什么你们的歌词 即使你觉得写的不错 但是为什么他的被选中 所以这当中的这个 整个工业的筛选方法 我会在课程里面教你们 然后除了写这个pop songs 就是除了写流行歌曲 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也会教你们怎么写电影歌曲 怎么写jingles 因为广告歌 说真的pop songs赚的钱没有很多 OK 广告歌 电影歌曲可能还稍微比较好一点 还有就是譬如说campaign songs 我们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campaigns OK campaign songs 他们常常都需要有人来写 那如何把你的歌词调成 可以在radio播 你在收音机上面听好像流行歌曲这样子 但是其实仔细听的话 它原来是一个某一个运动的一种主题歌 所以这些东西怎么去做呢 都是有当中的一些窍门的 因为说真的campaigns 我曾经写过两届的国庆日的歌 那今年的chingale的那个雪中 我也是我写的 之前还写过很多其他的一些charity的东西啊 我也写过一些广告歌 我也写过一些电影歌曲 比如说爸爸要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是 为什么他们只选我的不选别人呢 其实原因就在窍门 那我觉得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 那加入我们这个课程 你们不准备学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说当中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说我的学生 这边有一些我的学生 他会告诉你说 其实这个老师没有弄得来 为什么 因为上课的时候要一直想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上了这个课之后 你看东西的角度也不一样 你讲东西 你发现说 哎你的联想力也比较好一点 这是我觉得说 这整个课程能够提供给你们大家的 然后我觉得说 大家都变成好朋友 这是我觉得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你上一堂课的时候 你很 你会觉得说每次来上课 都是非常愉悦 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 好 我知道了 哈哈哈 OK 所以我就把这个 作曲的 这个分析 你叫做法 讲完了 有啦 讲完 先讲完了 对啊 讲完了 OK OK 我告诉你啊 这个 齐天音乐这个小家庭 就是一个女生两个男生 所以他们常常都会在后面做 这种风格 这一种中间 哈哈哈哈 我们要funky monkeys 对啊 不要funky 我们要funky monkeys OK 我们要funky monkey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